隨著科技發展,電腦遊戲不再停留在以鍵盤滑鼠操作的年代。 三名珠海學院資訊科學系的學生, 就設計了全港首款專為女性設計, 以眼球追蹤技術操作的電腦遊戲。 未來更有機會獲電門廠家的青睞, 推出市場。 這款遊戲叫女神出征, 玩家只要對準螢幕斬眼, 連接電腦的眼球追蹤器就能辨識指令, 每斬一眼就能收一個觀音兵。 負責編寫遊戲程式的珠海學卷資訊科學系四年級學生羅子君, 就和兩個女同學張家衛、蔡家文在九個月前開始設計遊戲。 她認為市面上較少現女性時點製作的遊戲, 因此選擇以時下經常談及的女神和收兵概念設計了這款遊戲, 以設合日益增長的女性市場。 玩家就會用一個女神的角度, 然後會進行一個收兵、排糧和升級的動作。 但是我覺得女神在電腦這一行, 都是有一個發展的前途, 因為女性的市場都很大, 男人寫的東西未必適合女神的角度去用。 所以我覺得女神其實是另一個市場來的, 都是有一個。 由於眼球追蹤技術的成本下降, 就造就了他們以新技術製作遊戲的劇機。 對於同學的出色表現, 他們的指導老師傅宏副教授也讚賞有價, 又認為這項技術將會成為電腦發展的新趨勢。 這個趨勢來說, 我剛才也看到, 它是愈來愈平的。 性能都愈來愈高。 還有一個趨勢就是, 我們現在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去結合。 他又透露, 已經有公司對這款遊戲有興趣。 在完成除錯和測試的工序之後, 將來或者有可能以集資的方式推出市面。 G網記者, 宏昌安報導。 我現在又發生了一段時間的機構。 感谢观看